看娱乐八卦 就是只谈恋爱不结婚 香港著名影星吴君如和知名导演陈可欣 两人的相处模式就是如此 在一起二十多年却一直没有领结婚证 但并不会影响他们的感情 还有被大家公认的娱乐圈的才女徐静雷 也是持有相同的观点 她与男友黄丽行相恋多年 并无结婚的打算 但是外界仍然对他们的感情表示祝福 与他们相比有着相同恋爱观的米雪的感情 却没有他们那么美好 米雪原名颜惠玲 出生在香港一个富裕的家庭 家里九个孩子 她排行第四 但米雪的母亲并非正式 这个大家庭的人际关系还有点复杂 米雪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茶颜观色 嘴巴特别甜 这些都为她以后闯到娱乐圈打下了基础 好在米雪从小便长得漂亮 几个哥哥都宠着她 让她养成了好打抱不平的性格 在学校里还曾经跟男生打架 14岁的时候 她听从母亲的建议 去报考了少士议员培训班 提前为自己准备一条出路 原本在家精致漂亮的小姑娘 到了培训班里却像个丑小鸭 只因为米雪那时太黑了 和其他富白貌美的女孩子相比 她竟逊色许多 因此米雪在培训班期间 并没有接到任何片约 她获得演出机会 大多是在电影中跑龙套 那时的少士在香港一家独大 每年出品很多影视剧 尤其以功夫电影见长 张彻 李汉祥都是名造一时的大导演 米雪第一次龙套机会 就来自于李汉祥 在众多学员中 李汉祥一眼就挑中了米雪 觉得她以后一定会大红大紫 只不过这句话几年后才应验 在少士培训期间的米雪 并无任何存在感 当时还有一个未来之心 也在娱乐圈辛苦地做五行 每天和师兄弟一起早出晚归 干的是卖命的活 而且经常吃了这一顿没下顿 这一人便是成龙 那时的成龙还叫成岗生 在戏剧学校学艺时 和师兄弟组成了七小福 经常登台表演 但随着戏院没落 成龙也从戏院毕业 他加入了师兄洪金宝的洪家班 开始跑剧组 当时的武打电影很多 但武术班底更多 刘家班 袁家班都很有名气 而且当时的保护措施 不像今天这么完善 全都是真刀真枪 全权倒肉 极其考验武术指导的功底 这些武术班底为了竞争 纷纷设计高难度动作 一个不小心就会有丧命的危险 成龙当时就在这种环境里 当武师 替身 但就在自己的事业 还一片渺茫的时候 成龙还追起了漂亮小姑娘 他看中的就是米雪 但米雪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这些武行每天赚点钱 就去找歌厅 赌博 口碑非常不好 那时米雪还有很强的事业心 不过邵氏并没有给米雪 提供太好的条件 等米雪毕业时 她不满意签约条件 便离开邵氏 随后她签约了新成立的嘉义电视 这时米雪终于有了自己主演的作品 20岁时她出演了电视剧《楼上楼下》 这时的米雪已经出落得很标志 但还是很黑 于是导演便送了她一个艺名 米雪 希望她能像米一样白 像雪一样白 这个艺名替代了严慧玲 伴随了她整个演艺生涯 次年 米雪被选入了《射雕英雄传》的剧组 这是金庸这本小说第一次被翻拍 所有预备演员都要进组 唯独剧本 练习武术 而最初米雪并没有被确定为黄龙 米雪起初也没有抱着自己会演女主角的想法 她只想着自己千万不要被淘汰 米雪每天都非常勤奋 即便练到脚疼手疼也绝不放松 而且随身携带着原著 没事就看 对于里面每一个桥段都烂熟于心 最终 米雪凭借自己的努力 成为武打最流畅 剧本最熟的演员 成功拿下了黄龙这个角色 七六版的《射雕英雄传》播出后 获得了香港第一个百万播放量 米雪获得了《翘黄龙》的称号 成为家喻户晓的演员 只可惜 后来嘉义电视倒闭 被TVB收购 这部剧也遭到血藏 没能再重播 所以现在看到的都是八三版的射雕 很多人都不知道 米雪才是第一代黄龙 但这件事并没有影响米雪的心图 她随后又出演了《红楼梦》 《绝带双娇》等一系列古装剧 全都是当仁不让的大女主 她几乎是当年最红的女演员 当时每天电视里都能看到米雪的电视剧 大街小巷都是她的照片 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女神 当时只要电视节目收视率低下 杂志销量低迷 便找到米雪采访 立马就能重回高峰 米雪成为娱乐圈的旧式良药 而此时米雪的小谜弟成龙也翻身了 在李小龙去世后 她被导演罗维相中并签约 想将她打造成为李小龙第二 当她从龙套变成男主 虽然罗维并没有让成龙一炮而红 而成龙却因此获得了很多演出机会 并且凭借罪权开创了功夫喜剧 成为新一代的功夫巨星 而这时成龙对米雪依旧念念不忘 网传她曾苦追八年 都未能俘获女神芳心 但当成龙也变成大明星时 两人的距离更近了 不仅经常在活动中相遇 成龙也有了更多的资本 哄米雪开心 据说成龙曾经非常豪气地 送了一台十万跑车给米雪 在男主光环的加持下 还有不停的礼物攻势 米雪终于沦陷 她成为成龙第一个成任的女友 这时的成龙比米雪还红 每天都在片场全世界到处飞 而且每部戏都有一个龙女郎 米雪最初非常享受这份感情 对于男友的事业非常支持 经常拍戏的她对龙女郎也毫不在意 然而不久之后 她就在报纸上看到了成龙和邓丽君的绯闻 当时成龙为了拓展视野 到好莱坞发展 刚好遇到了在这边休假的邓丽君 一个功夫之王 一个甜美歌姬 自然走到一起 成龙完全忘记了自己香港女友米雪 米雪又生气又难过 一气之下拍了生平尺度最大的电影 作为报复男友的手段 这也是她唯一一部香艳的影片 曾经米雪出道的时候说过 自己绝对不会拖 结果竟然因为成龙而打脸 而且两人还是分手了 米雪深受情伤 赌气说出了一生不嫁的誓言 和成龙分手之后 她一度单身 经常被传出绯闻的 便是她多年的搭档刘松仁 两人几乎从刚出道开始 就一起合作演戏 基本上都是在扮演情侣 而且男才女貌十分登对 观众也以为他们真的是一对 实际上两人从未跨越好友的关系 当时关于米雪还有一种传闻 就是她深厚的背景 有人说米雪之所以红得那么快 因为背后有帮派势力 据说米雪的父亲是香港三大帮派之一 何胜和的元老 而后来在拍戏中 米雪任陈慧敏做干爹 而陈慧敏则是香港最大帮派 14K的骨干之一 以至于后来有一次陈慧敏和米雪拍亲热戏 都十分尴尬 最后换了替身才拍完了这组镜头 实际上陈慧敏只比米雪大11岁 显然不太可信 但随着香港小花层出不穷 米雪的巅峰过去了 关于她的各种传闻也少了 她反而找到了自己的爱情 1982年27岁的米雪 第一次见到了26岁的尹志强 对方是足球运动员 有亚洲第一中锋的称号 虽然没有男明星帅气 但男性荷尔蒙十足 尹志强对米雪一见钟情 花了两年才将她追到手 而她自己在退役后 也成为了一名演员 还曾经在无间道中 和刘德华有过对手戏 米雪搬进了尹志强的家里 两人成为了热恋的情侣 尹志强对米雪非常好 成为了一个24校男友 每次她外出打牌或者喝酒 不管多晚都会带零食回来给米雪 有时是烟窝 有时是甜品 原本生气的米雪立马没了脾气 两人经常一起出席活动 几乎从不吵架 也从没有传出过绯闻 犹如一对神仙眷侣 期间尹志强曾多次向米雪求婚 但米雪通通拒绝 或许她内心深处对婚姻还是不信任 没有一纸婚约并不影响两人的幸福 真正让他们的爱情接受考验的是癌症 1992年尹志强发现患有鼻烟癌 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抗癌之路 这期间米雪一直陪在男友身边 以前的十年是尹志强照顾米雪 如今换成了米雪 变成24校女友呵护男友 经常陪男友一起去医院一起做公益 在米雪40岁生日的时候 尹志强还特意花了38万港元 买了一匹马送给她 取名为陈希应雪 因为米雪喜欢陈希 但抗癌是一条非常漫长的路 尹志强的病反反复复十几年 期间米雪为了给男友治病 还卖掉了自己的房子 但米雪依旧没有嫁给尹志强 最多她只是在拍广告时 特意穿了一件中式婚服给她看 到了2008年 尹志强的身体已经开始急剧恶化 媒体拍到的她 受到只剩一副骨架 2010年尹志强最终被病魔带走 米雪陪伴她走完了 人生最后一段旅程 在尹志强的葬礼上 米雪哭到肝肠寸断 全城都需要旁人的搀扶 一路上她抱着尹志强的照片 然而残忍的事 米雪当时还在剧组拍戏 她不得不收拾心情 赶紧开工拍戏 在尹志强去世后 米雪再也没有传出恋情 两人相伴26年 没有步入婚姻殿堂 令人遗憾不已 港媒还传出 米雪已经和过世的男友举行迷婚 不少人被米雪的痴情感动 这个传闻最近才被米雪亲自辟谣 她享受单身生活 但也不拒绝新的恋情 在尹志强过世后 米雪的确非常潇洒 而且从来不避讳提及男友 常常感觉她还在身边陪伴自己 同时她单身的生活过得非常充实 在2018年电影《无问东西》中 米雪饰演王力宏的母亲 她只有几个镜头三两句台词 但在得知儿子即将奔赴战场时的心疼落泪 让无数观众动容 如今65岁的米雪 虽然到了饰演母亲的年纪 但她的优雅气质 甚至超越了母性的慈爱 依旧是让人想保护 想珍惜的美女 经历了成龙的伤害 尹志强的生死离别 不知道米雪是否还能幸运地 遇到下一份爱情 但没有迟暮的美女 一个人也很精彩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加转发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去闻去世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